那么最后一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家庭资产配置与理财的一个基层逻辑是什么 那么这张图前面已经演示过了 前面已经演示过了 我们回到了 我们回到最初的这张图里边 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高净值人群在理财上的一个最大痛点 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在对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上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 投资理财 你说不是我自己的事情吗 我投什么 哪个资产 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吗 为什么我要去关注宏观环境呢 因为他们之间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们说清朝之下安有顽乱 安有顽乱 所以说如果像这次疫情的影响 疫情的影响 我们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这样一个原理 那么就是越是专业的投资人 就越是关注宏观经济和宏观环境 和我们的经济的基本面 我们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 说我们家庭的资产投资最好能够跑赢M2 为什么跑赢M2你的财富就没有被稀释 那么你最好的还能跑赢什么跑赢GDP 那么相当于什么呢 你跑赢了一半以上的人 那么我们最低最低的要求 我们希望它能够跑赢通胀 这个跑赢通胀意味着什么 我们生活水平不会下降 所以呢跑赢通胀是我们的基本要求 而跑赢通胀 那你知道通胀跟什么有关呢 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呀 因为影响我们投资的一些大类资产回报率的 往往就是这个宏观的基本面 我们下面举个例子 我们下面举个例子 那么在2020年的10月18号 中国财政部呢 在伦敦交易所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和港交所三地 同时发行了40亿的欧元主权债券 注意是中国在国外发行的中国主权债券 但是它是以欧元作为主要币种的 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债券的发行呢 五年期的这个债券在40亿里边呢 占到了7.5亿元 发行的收益率 就是说票面利率是多少呢 是负的0.152 百分之负的0.152 相当于什么呢 我们发行的债券是以一个票面利率为负的 这样的一个债券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这个负利率债券 被欧洲的投资者封抢 为什么被欧洲封抢 为什么说被他封抢 因为什么呢 我们市场认购非常活跃 非常活跃 所有的有订购意向的这个订单 是我们发行数量的4.5倍 就实际上我们要发40亿欧元 但是多少人申请呢 是几百亿 几百个亿在那等着申请 结果呢 我们开盘之后秒空 插的一下就没了 几秒钟内几分钟内就完事了 发行完事 那么这里边有五年期的 有十年期十五年期的 但是五年期的是为负的 那就很有意思 这个五年期的国债 是我们的国家的主权债券 首次在境外以负利率来发行 而且这么受欢迎 为什么 为什么 这里边我们在分析一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就要了解 新闻背后的它的经济逻辑是什么 那么我们说它本质上是什么引发的 负利率债券还被疯抢 也就是说呢 你拿钱去认购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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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中国的国债之后 不但 不但中国不给你钱 你还要给他钱 你还要给他钱 所以它的本质上实际上是境外宽松的流动性环境所致 我们知道利率是什么 利率本质上是资金的价格 所以如果这个货币非常宽松 将有利于利率下行 也就是说呢 因为我们欧美的疫情 因为这个春天的时候已经有一次爆发 那么秋天的时候再次爆发 现在面临冬季呢 他们这个特别是英国的那个 那个病毒啊 变异之后它的流行 它的易感性就更强了 所以欧美疫情再次的爆发呢 这个欧洲的央行 为了这个保证我们的这个 当地的这个经济 具有一定的活跃度和弹性 它对市场投放了大量的流动性 因为它投放的货币过多 导致欧元的流动性过剩 太多的钱没有地方投资 所以它驱动了利率的下行 那么钱想要多 那么多钱想要投资 但是欧洲没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种情况 就出现了一个负利率的情况 那么作为欧洲经济最好的德国 它的五年期的国债收益率 票面的收益率是 负的0.75% 那么其他国家就更加低了 所以中国的这个票面利率 以为负的0.152%已经比它高了 已经比它高了 所以是很良心的一件事了 那当然也有一些欧洲投资者比较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 以及人民币未来的升值预期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什么呢 因为国债的这个收益率 因为我们说了 无论国债也好和汇率也好 它本质上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两国的外汇政策和它的资金价格 所以国债收益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 我们发行所在国的 我们的货币政策 如果我们发行地的货币政策宽松 那么东道国货币的 这个这个发行债券的收益率呢 就会因此而下降 那么可能也有人问说 那为什么这个欧洲是负利率了 那中国的债券利率是正的呀 我们看国债利率还是三点几呢 是吧 所以为什么他们不来中国来购买利率更高的 这个中国境内的国债呢 为什么要在他们国家要买 以欧元来标注的这个中国债券呢 这里边就涉及到了 在境外 在境内外的利差高 而且呢 我们国家这个债券东啊 还有一些这个跨境的债券投资渠道 它都是开放的 它都是开放的 那么之所以这些投资者 欧洲投资者不来中国 不把自己投资仓位调到中国来跨境购买的 一个主要原因还是汇率的问题 大家不要忘了 它的标 它的标价是欧元 是欧元 那么相当于在债券风险对冲的成本 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那么当时在岸的人民币 与欧元一年期的掉期的这个 这个点呢 它的换算之后的 这个汇率保值的年化成本 大概是3.62% 如果外国投资者来进行保值操作的话 那么这个债券的 它的利差的这个优势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相对来说呢 相应的来说呢 在这个离岸的市场中 比如说在这欧洲市场 那么当时当这个离岸的人民币和欧元的 这个掉期的点换算之后的年化保值成本 大概是3.48% 如果连带着考虑汇率保值的操作成本 因为你还要 操作机构还要收一定的费用 所以境内国债 相对于离岸市场的国债 这种无风险资产就不再具有一些 显著的这种利率优势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 这是我们提到的第一个例子 我们会发现啊 任何一个投资产品 它的背后都是有支撑它的逻辑 就像我们可以看到 你光看到了票面利率 但是你没有考虑后面的一个 这个中国的这个殖民币和当地欧元之间 汇率它的变化 可能给购买债券的人带来的这样的受益 那么第二个例子呢 我们就以房产投资为例 我们在房产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M2 就是我们的这个 一个国家的这个货币发应量 货币的一个发行供应量 我们用M2来表明 它通常来衡量整个国家的一个存量货币的一个水位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国是在90年开始啊 一直到2016年 包括现在啊 这两年也是一样啊 它的这个发行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它的增速非常快 那么这个黄色的线呢 是GDP的一个绝对值 这个蓝色的线呢 是M2的一个发行的这个存量 我们可以看到 2008年次债危机之后呢 国家实行了一个 4万亿的一个经济次纪计划啊 发行的货币就是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之后 这个M2的速度一下就上来了啊 一下就上来了 但是呢 我们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没有感觉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 好像没有感觉东西贬值的那么快 啊 因为正常来说呢 如果M2不断增 不断提高啊 我们流通中的货币多了 那你资产价格实际上啊 资产价格就会贬值 但是我没有感觉 啊 我没有感觉 那我们也没有感觉这个 我们这个流动性有多过剩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的 这个M2超发的部分 被我们锁定在了房产上 啊 被我们锁定在了房产上 那么这两张图呢 呃 可能表表表表现得更加清楚啊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M2和民意GDP 以及实际这个GDP增长的一个对比图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M2和中国的M2比GDP 和美国的M2比GDP的这个比值图 那么这个黑色深色线呢 是美国 红色线是中国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M2比GDP的比值 远远高于美国 那远远高于美国 那么这个M2比GDP呢 我们可以用来衡量 一个国家金融深化的程度 那么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提高 那你社会财富 这个总的蛋糕 实际上没有相当做大的话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大部分资金 进入了一个金融体系 那么进入金融体系之后呢 金融体系会不断地加杠杆 那么加杠杆的结果 就是我们其实作为中产阶层 中低产阶层 我们的财富其实是被稀释了 虽然你感觉 你的家庭财富 从100万变成了120万 你感觉绝对额视增加了 但是你知道120万的购买力 和原来的100万 这个购买力相比 反而降低了 这就是你财富被稀释的 这样的一个实质 所以我们提到 为什么我们在分析 房地产价格的时候 一定要对应宏观经济里边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经常提到的 租售比等等 这些主要的显性指标 来判断房地产到底有没有泡沫 如果房地产投资本身已经有泡沫了 我们再去进入房地产这个项目去投资 是不是就不太理性了呢 所以呢我们会发现 在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投资中 有一个误区就是 我们认为呢 房地产是不会跌价的 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是不对的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陆续出现了 比如像东三省啊 有一些地区 它的房价已经一跌再跌 或者是呢 房价虽然没有动 但是成交的量呢 长期为零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房产它的价值 如果有泡沫的话 通过各种挤出之后 它最终会回归到 它真实的就是住宅需求 就是作为居住需求的 这样的一个本质 那么任何房地产的价格 远远偏离于它居住本质 这个价值的 这种泡沫 它都是不可持久的 那么更别说 那有一些人如果认为 房地产这个 比如说深圳啊 炒房团 在之前的温州炒房团啊 等等 被他们炒过的地区呢 是一片狼藉 那么这种 这种这个一线 即使是一线地区 它的房价是否合理 实际上是应该有个判断的 那么如果我们 我们中央政府 我们的这个 我们中国政府提出来的 我们这个 党中央提出来的 这个叫有房 房住不炒 是一个非常切实的 回归到 这个房产价格本质的 就是它居住功能的 非常重要的 这个方面 但是呢 我们说 虽然说房住不炒 但是呢 房地产交易 如果完全没有投机 如果完全没有投机 也是不活跃的 所以投资 投机 看你怎么来界定 那么总的来说 如果这个房地产价格 有上下波动的话 它最后 总会借助时间的力量 回归到它真实的价值 也就是说 它居住需求这来 那么任泽平呢 曾经就中国房地产市场 这个规律呢 提出了一个 这个长期看人口 中期看土地 短期看金融的 这样的一个判断标准 那么中国房地产周期呢 08到16年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非常明显的这种周期性 但有的周期 你会发现 没有走完 没有走完之后 又开始了下一个周期 所以这是不是 真正的房地产周期呢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那么任泽平提出的 任泽平曾经在2015年 成功地预测了 这个之后几年的 这个房地产趋势 那么大家可以用自己的 这个独立判断来看一看 他提的是否有道理 比如说房价的 这个真实的走势 要长期看人口 那么他认为呢 只有一线城市的人口 才能长期不断地增加 所以一线城市的房价 它会比较稳定的 或者缓慢地趋长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也被印证了 我们之前提到的 这个像这个辽宁地区 这几年呢 都是一个人口的净流出 所以这个辽宁地区的房价 房价它增长是有限的 那么同样的时间 我们看主要以 人口的这个输入的 主要的城市 像武汉呢 西安呢 这个成都啊 重庆啊 上海北京就不用说了啊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人口不断涌入的城市 它的 因为人口不断涌入 人是有居住需求的呀 所以它的这个 这个住房的价格 它的涨 它才有可能涨 所以长期是要看人口的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实行了 这个 这个中国已经实行了 放开二孩 第二个孩子 出生孩子的这个政策 那么将来有可能还 放开三孩等等 有可能 那么每一次这种 对于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放开 从长期来看 它对人口也有很大的影响 而人口又影响到房价 所以长期看人口有一定的道理 中期看土地主要是因为 无论是房地产商 你要这个盖房子也好 还是怎么样 你必须得有土地的存料 而这个土地是谁批的呢 是政府批的 而政府呢 要这个要考虑城市发展 所带来的这个大城市 大城市病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 这个城市太大了 口径太大了 那么这个交通啊 问题啊 住房问题 污染问题都非常严重 所以呢 国家的这个未来的 城市发展政策 是要不断的城市化 但是呢 有核心城市 还有周围的卫星城市 所以呢 积极的建设小城镇 来分散这个城市功能 这个让一个城市功能 充分的分散 这是我们未来建设的一个路径 那么这个政策呢 和自然规律可能会有一些 不太强的 不太对应的地方 比如说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 是比较强的 那么可能会限制 在一线城市的一些土地供应 而被限制之后的这个土地 被限制之后的这个一线城市呢 由于它土地有限 所以它房价 还会涨 因为什么呢 有限的就那些现成的房子 未来的土地是有限的 那么让土地成为一个稀缺资源 而越稀缺的资源 它的价格就越高 所以中期看土地 这是它提出来的逻辑 那么第三个呢 是短期看金融 因为我们知道 无论是房地产商也好 也还是我们作为一个 普通的住房者也好 买房者也好 那么我们都会借助 这个银行杠杆的力量 房地产商的 房地产商呢 它的这个杠杆 资产负债率会更高 一般都是86%以上 所以呢 这里边 这个金融呢 就要看我们国家的 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这个 2015年当时呢 这个中国的货币政策 是降息和降准 所以它刺激了 这个 这个银行呢 它的杠杆投放 所以加大了杠杆 加大杠杆之后呢 货币放水之后 那当然 你能够提供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杠杆越高 其实这个 对于投资 或炒房的人来说 就越有利益 因此呢 当时房价的走势 就是暴涨 这是2015年的 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么 我们呢 实际上 更要关注什么呢 特别是 以房地产为例 房地产价格 它受到的影响因素 是非常多的 除了我们 我们 众所周知的一些 比如说 土地供需的原因 供需的原因 土地供应量的原因 还有一个城市 这个 对城市居民 对房产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 以前我是有一个孩子 那可能两居士就够了 现在又生了一个孩子 一家四口 两个孩子 可能这时候就需要 三居士 四居士 所以它本身 有一些刚性的 这种需求 另外呢 它还跟人口有关 跟金融杠杆有关 另外还很重要的 跟国家的导向 和政策也有关系 比如说 我们国家 目前的这个 限购政策等等 你即使有钱 你也没办法买 包括我们现在出现的 一手房二手房的 这个价格 可能有一些 刀挂的现象等等 所以我们要考虑 房地产投资的时候 要充分地考虑到 影响它价格的 诸多因素 以及这些因素 在本地区 或者是你要投资的 木地地 这些因素 到底是哪些因素 在起作用 所以我们说 这个判断的 这个底层逻辑 是很重要的 另外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底层逻辑的梳理中 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先从微观到宏观 再从宏观到微观 什么意思呢 我们首先要从 家庭资产配置的角度 来考察 我要投资的这个资产 它到底有哪些优势 我有没有可行性 这个未来给我带来的 收益怎么样 如果你选定了之后 再结合这类资产 和宏观经济 我们基本经济面 宏观环境 和大类资产的关系 以及影响因素 传导因素 来判断 来判断 那么这类资产 它的国内的 这个资产价格 变化怎么样 是否会受国外 一些资产价格的影响 那么投资的话 风险在哪 如何能够控制 或降低风险 从而来重新的 从宏观到微观 再评估一下 我要投资的这个资产 它的风险和收益 以及它未来 在我整个的资产栏中 所占的比例 那么这里边 要提的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 对养老普遍考虑不足 导致老年之后 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 那么对养老 考虑不足的问题呢 是我们国家 这个多数家庭理财中 非常突出的一个矛盾 因为什么呢 中国的传统就是 就是什么 就养儿防老 养儿防老 所以喜欢 如果有儿子 有子女 喜欢跟子女 抱在一起养老 但是我们现在会发现 因为之前的 独生子女政策 造成了 年轻的这个小夫妻 两个人 要对着四位老人 所以养老的压力 前所未有的大 这样的话呢 中国的老人又是这样 不忍心子女 拖累子女 所以他就要考虑 我怎么来照顾自己 我怎么来把自己老年的生活安排好 而不用让子女操心 那么我们知道呢 这个一般来说呢 如果你不是什么 这个企业主啊 也不是这种高净值人群啊 等等哈 我们正常来说 退休之后 我们这个养老的 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就是退休金 和之前的一些养老的储蓄 那么在2019年 中国城市养老消费洞察报告中呢 这个报照中曾经显示 退休人群中的61%的人呢 他的退休金是在5000元以下的 而对于三线及以下的城市来说 退休金基本上是在3000元以下的 这个比例呢 要达到58% 那么这样的一个金额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钱呢 不光是吃喝拉撒呀 你还要 你只要生存 你的房子 是不是还要交这个物业费 你的这个 像北方要有取暖费 你养房子要需要钱 你要这个自己吃饭 吃饭啊 生活啊 这需要钱 那你要是有一些小小的娱乐呢 也是需要钱的 那这个钱够不够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 所在城市的这个生活水准 衡量一下 而且呢 大家注意的是 2019年是这个标准 2019年是5000元 那么如果过20年呢 我们退休金 它的涨幅是有限的 那过20年之后 货币的购买率怎么样呢 那我们国家现在 目前的这个职工呢 有这个养老金替代率呢 一直是维持在66%左右 也就是说 退休之后 我的这个养老金领寄水平 和之前的工资比 基本呢 要少三分之一 甚至有人还要更多 那三分之一到50%吧 基本上是腰斩 腰斩 所以啊 要考虑到老了之后呢 除了生活必要的开支之外 我还可能怎么样 有医药费的开支 有图货膨胀的原因 有护理的费用 那么养老 住养老院呢 等等费用 所以仅靠退休金 可能是不太够的 可能是不太够的 所以呢 这里边呢 在家庭的安全保障方面 我们是首选保险 用保险来保障自己老年生活 次选呢 采取一些投资 就是为自己老年生活呢 来尽量的多创造这个物财富 那么在这方面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 保险是转嫁风险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同时呢 它保单也可以用于 纸压借款 有一定的变现性 它有很多 它自己的一些优势在 所以养老问题呢 应该是我们应该重视起来 而且呢 应该在人到中年之前 就开始逐渐想这件事情 那么人到中年的时候 至少要在这个时候 就要着手了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借助穷爸爸 父爸爸 这本书里的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原理吧 来给大家 再重新重申一下 我们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 就在于 你从哪个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 如何走向财务自由 如何走向财务自由 那么他的第一个 要思考的是 让自己为了钱工作 还是让钱为自己工作 自己为了钱工作 那就是上班下班 让钱为自己工作 那就是要投资 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说 只有不断地 为自己挣钱的 这个财产 才是资产 否则呢 像格朗台一样 把自己挣来的钱 换成金币 放在地下室里 数着玩 这不叫资产 这个叫吝啬鬼 或者是呢 不懂得正确使用金钱的人 那么 凡是让自己不断花钱的 实际上都是负债 虽然我们 在我们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里 我们是把汽车 放在资产一栏里 但是这个汽车 不是你挣钱的工具 而是需要你 每个月 你要去 给它喂汽油 你是需要去养护 需要交保险 其实它是你的负债 而不是你的资产 所以呢 对任何资产 你怎么去思考它 你怎么去计量它 你怎么去使用它 你怎么让它 为你带来财富 这是我们希望 通过这个讲座 能让大家进一步思考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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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